剛剛的乘4的話,其實就在雲端上面的第9頁 所以你找一下,就一模一樣,大概在這裡 主要當然幾個地方可能會比較有問題 就是說乘乘2,這個是取到小數點的 這個是幾次方,這平方 如果假設你哪個變數的平方的話 那以後記得就乘乘2就可以了 OK,幾次方的部分 再來的話,格式的話,這個地方特別重要 比較會有問題的話,大概就是 你一般習慣是先給公式,所以公式一定會是一個字串 所以記得先給字串 然後後面再加上點Format,再把那個 變數帶給他,這樣就OK了 以後的話這個Format會經常性的出現,所以請各位務必還是要熟悉 什麼地方會用呢,待會一定會用到 那接下來的話呢,我們就是把這個結果給print 不過print的結果 假設我希望看到的結果 最好是長這樣 BMI,最後前後再幫我加刷 冒號 把BMI加在這裡 那評語的話就是在把這個 過輕過重標準等等的加在評語的後面 所以呢,接下來我們該怎麼做,但第二階段我們做邏輯判斷 這個邏輯判斷,因為跟前面蠻類似的,所以我就直接拿這個雲端上面這一段 因為他打蠻多次的 那也是我們你可以參考什麼 參考這個上面來做 比如說呢,if什麼 BMI如果小於18.5的話 冒號 那他就是應該是體重過輕 那lif 那就是正常範圍 OK 然後呢,在lif 那再次 這個範圍 過重 有沒有,所以你會發現這個是邏輯 這個是他的評語 那如果啦,這個應該因為前面有寫過啦,所以我們就直接拿那個 這一段程式 我直接來秀給大家看,其實就是什麼 這個地方 評語部分 先bmi 再來就評語 那評語的部分的話呢,就是邏輯判斷,如果 BMI小於18.5那過輕 OK lif lif其實跟l 其實跟那個if差 一個el 加在前面 然後這個地方 就是18 大於等於18.5 而且 小於24 那標準 OK 然後其他 你底下程式甚至你可以把這個程式複製貼過來改 改哪裡呢 改這個有沒有,標準改一下 然後評語改一下 有沒有,再改 OK 那這樣的話呢,等於我們全部假設都做完了 那再來的話,我就把它run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所以剛剛的那個180.65 Enter 要多一個 這個地方的話,就是他的 BMI 跟他的評語 但問題喔 這第二階段 OK了 應該沒問題啦 這個 邏輯我們做過 比較多了 請各位務必要熟悉啊 這樣的寫法 那另外當然喔 除了這個寫法之外 我好像在雲端上面喔 其實也有另外一種寫法 什麼寫法 就是說那個 我看這邊 上禮拜也有跟各位講 成績的部分喔 像我們剛剛是用中間加end 另外 你也可以寫成這樣 把a放在中間 然後呢 70大於等於a 然後80小於 你可以把a串在中間 這樣的寫法也OK 只是啦 我是覺得 當然 比較口語化啦 因為 兩個都可以 但問題這個感覺比較沒那麼口語 我們剛剛寫那個是比較接近口語 那接近口語的好處是 你的思考邏輯會比較直覺 所以我比較習慣用end 但你寫成這樣也可以 因為之前有同學問說是這樣的寫 剛剛可以啊 只是說這樣的寫法有一個缺點啊 就是變成說你可能要轉彎的 有沒有 應該知道意思吧 只是差別是把a放在中間 那剛剛的寫法不一樣的地方就是說 你變成說 你這個成績的話 這個a會出現兩次 有沒有 那 如果你要把它改成剛剛那個樣子 那其實你就是直接 比如說你這個地方 if 那就是if嘛 然後 a就放中間 所以 這個怎麼打 應該是先打80 小於 等於a 有沒有 然後呢 小於 小於等於100 然後一個冒號 OK 這樣子的話呢 那底下也是一樣 這個的話怎麼改 應該怎麼改 一樣嘛 應該怎麼改 70到79 所以 70小於等於a 然後呢 小於等於79 這樣OK 應該可以看什麼意思啦 只是說呢 這樣的寫法 你假設不習慣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暫時忘記沒關係 不然的話有些同學 光看到這個就頭暈了 想說喔這個 那 剛剛的寫法是比較直覺的 好像這樣 大概跟各位說一下 所以以後呢 你假如看到別的書上 是寫剛剛那個方法 其實也沒錯啦 只是說每個人習慣不一樣 那我是覺得 程式最重要是你要找到你自己最習慣的寫法 然後呢 盡量不要寫錯程式 就是好的方法 OK千萬不要說你硬是要好像一樣模仿別人怎麼寫才對 我倒覺得那沒有必要啦 因為程式最重要是run出來 沒有bug 就是好的寫法 最好是 像我自己習慣是一律用我自己習慣的寫法 否則的話如果硬是要記別人的寫法常常都會 很容易寫錯啦 而且畢竟不是你的東西 所以即便是別人的程式喔 我拿到我第一時間還是會把它改成我習慣的寫法 好那邏輯寫完之後第二階段就完成了 再來第三階段我希望做到什麼 如果我希望呢 再把這個輸出結果變成這樣子 就是bmi前面多一個什麼 bmi 冒號 那評語的前面 過重前面加一個評語冒號 可是問題要怎麼加呢 加的話應該加在哪裡 那如果你輸入 這個好了 第一個 假如我要輸入這個 這個bmi在這裡 那你會發現喔 因為目前它就是一個字串 所以喔 特別是format好用的地方就是 如果它 你如果有別的字串的話 你是可以把它放在這裡面的 也就是你可以先打一個 bmi 冒號 然後呢 再跟bmi串接是ok的 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比如180 180 然後65 Enter 有沒有 bmi冒號就出來了 那 但是呢 前後如果要雙引號的話 特別說要拖曳資源還記得吧 你不能直接打雙引號 你要什麼 反斜線雙引號 他如果多一個把它delete掉 這樣的話 這個就是指的是 前面的那個雙引號 那一定記得一定要拖曳資源 如果你沒有反斜線的話 他不ok 然後再怎麼 反斜線雙引號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等於是說 在bmi前面跟後面 加了雙引號 這個效果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 bmi就出來了 這個ok了 那接下來的話 後面怎麼辦 在標準前面 再加評語兩個字 那怎麼加評語兩個字 理論上應該是 你想說應該什麼 標準前面 那當然前面每個都加 所以你一般習慣是 可能在這邊加什麼 加評語 那評語冒號 對不對 那其他怎麼辦呢 剛剛忘了按Enter OK 那變成 你這個要什麼 Ctrl C 然後Ctrl V 貼 對不對 這樣子 這樣OK 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180 隨便 所以只要輸一個 有沒有 有沒有 看到結果 好像就 沒問題 但問題有一個 狀況 就是呢 一般城市這樣 一般是會比較有那種 城市的潔癖 變成說 這邊一直重複 其實如果一般來看的話 最好是不要重複 那如果是假如 我不要每個地方 都加評語冒號的話 不然如果你假設啦 你的那個 很多個 那裡面每個都貼嘛 所以這樣其實 喔 不過啦 如果你應急的話 你可能實在想不出什麼好方法 你也寫不出來的話 你這樣寫是可以過關的啦 那只是說 這樣子不OK 可是要怎麼樣才OK 喔 也就是說如果我今天呢 我不想用這個方法來做 我把它 卡住自己好了 假設喔 那可是應該加在哪裡 只要加一個就好了 也就是這個呢 應該加哪裡 其實理論上喔 應該加在 應該加在這個 這個地方要串 所以喔 其實理論上是可以把它加在這個裡面的 但問題來了 我要評語冒號 那如果你評語冒號的話呢 你執勤的話 他變成說 BMI冒號 他BMI出來了 但問題沒有換行啊 換行還記得怎麼換行嗎 還記得嗎 反斜線什麼 反斜線N不就OK了 有沒有 拖曳資源嘛 有沒有反斜線N 這個是在 我們的基本語法前面 那個 在哪裡在這裡啊 拖曳資源 第 二頁的地方 反斜線N就換行 所以喔 如果你假設要換行的話 那其實是可以 可以再加一個反斜線N在這裡 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不過呢 得到的結果會不會 剛剛好符合我們要的 有沒有發現 BMI冒號 有啦 OK 評語 哇 這個他有換行 沒錯 有沒有發現他反斜線N 他會直接在這邊喔 幫你換行 所以這邊是有換行成功的 但問題來了 這邊的話 變成 換行了 那你想說 老師為什麼這邊會多換行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你只要用printer的話 因為printer他很麻煩 很多事 他就變成說你只要 輸出一個資料 他會 就幫你多換行 所以printer後面尾巴一定會多一個換行 那你想說 如果我今天喔 我 這個printer本身呢 我希望他輸出資料就好了 他不要多換行 那你其實可以多一個參數就好 所以最後呢 假設說 所以喔這個地方喔 反斜線N 評語 然後 如果你這個printer本身 不要換行的話 特別注意喔你可以在 這個參數喔 輸出的後面加一個斗點 然後給他一個參數 什麼參數你會發現他其實 這些參數他也有出現有沒有 其中一個參數叫 AND 冒號 這個AND冒號是指的是 因為我們最後 尾巴那個地方他會多一個enter 所以呢如果你要把那個尾巴的那個enter拿掉的話 你就END 等於什麼 沒有東西 就是把尾巴的那個換行去掉 那如果去掉的話呢 就是把它變成 不輸出那個字元 不輸出字元的話呢 就沒有字的話 記得喔 記得喔就是沒有字的話 就是什麼 兩個雙以後 這個就沒有 沒有字 意思是說喔 我的尾巴 本來END這個尾巴的地方 會幫你多個enter 那你把enter呢 把它變成沒有東西 意思就是 不要幫我們enter的意思 所以喔 如果你斗點END等於空 意思是說 尾巴那個enter不要用 OK喔 大家記得喔 好那我們來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 在剛剛這樣的結果做完之後 看有沒有OK 有沒有發現 這個地方的話 剛剛本來 在平與後面會換行的 那因為我加了這個END 對不對 豆點END這個參數 那就會把那個換行的這個地方取消掉 所以呢他將來找到標準之後就把它串在後面就OK了 所以特別注意喔 問題是出在這個print本身 所以print本身 他一定會換行 那沒辦法 只要加這個 所以重點提示一下 因為 如果你要把這個最後的結果看到 這樣子 我大概做幾個地方 第一個 我們就是在 format的這個字串裡面 加上bmi冒號 有沒有 那如果前後都要雙引號的話 記得要拖曳資源 所以拖曳資源一定要反斜線雙引號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在平與 平與帽號 那平與帽號如果說我要換行 所以換行 就是反斜線跟 加上平與帽號 這樣的好處就是不用每個地方都打平與帽號 然後呢 再來就是他會把它換行 所以呢 如果我把這個print本身的換行拿掉的話 記得用 豆點END等於 沒有東西 這樣子就大功告成了 OK 請各位試一下 其實這裡最重要的 應該就是這個format 所以我為什麼跟各位講 format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不會format的話 用其他方法也做得出來 沒有 像format 這麼方便 OK 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OK 所以當然 因為我一直強調 在 Python它不像Excel 裡面可以用滑鼠 右鍵或者用鍵盤 去把那個格式叫出來 所以變成說 在Python裡面如果你要格式化的話 那記得是要 學會一個函數叫format OK 試試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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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